来关注的是电商之乱 南韩电商Tmon和唯美铺 这两个平台的用户数 在韩国排到前五 那么韩国民众的日常 用电商买菜购物订票 那么现在呢 这两家平台都拖欠卖家货款 商家没有收到钱 不愿意做电付拒绝出货 那么暑假期间 购买旅游产品的消费者 旅行计划被迫泡汤 开始由民众直接冲进 Tmon的总部要求退款 我们来看一下南韩这场混乱 南韩电商Tmon首尔江南总部外 挤满元潮 大批消费者聚集 怒气冲天的要讨公道 25号晚上数百人挤满Tmon 办公室一楼和比万走廊 不满声闹 此起彼落 公司却迟迟未提出任何具体对策 一怒之下 这些抗议民众连家也不回了 直接坐在公司门口等说法 经过漫长对峙 Tmon终于在26号凌晨宣布 开始接受退款申请 消息一出 消费者蜂拥而至 排队领号码牌申请退费 Tmon运营事业部长全杜丸也现身 在排队现场表达歉意 承诺将以旅游产品为优先陆续解决问题 新加坡跨境电商巨头 去天集团由于快速扩张吞并其他公司 导致资金店断裂 旗下南干电商平台Tmon和维美铺受到严重影响 大规模拖欠卖家5月卖出的货款 商家拿不到钱不出货 也进一步央及消费者 这名人传民众本向着家人出国游玩 现在计划全泡汤 收到旅行社通知 购买的旅游产品已被取消 类似情况占多数 因为正值暑假 不少用物在Tmon和维美铺平台上 已优惠的价格购买旅游产品 但明明钱都付了 却因平台拖欠款项 卖家没收到钱 要求买家直接和旅行社付款 否则不承认订单 然而买家不敢再冒险 在不确定两家平台能否正常退款的情况下 不得不全面取消旅游计划 除了主要受灾的旅行业以外 家电 食品 表演等 多个行业也被波及 损失逐渐扩大中 卖家受放一度哽咽 但有若欠款问题不尽快解决 或是长期发生 大量中小型卖家将陷入资金困境 面临倒闭风险 而另一家出市电商维美铺 虽也引起大量消费者不满 但过程没那么激烈 原因在于维美铺处理更加快速 风波一延烧 维美铺共同代表柳和贤 当天就召开记者会宣布 震撼母公司竭力应对 将致力于解决消费者退款 再处理拖欠卖家货款问题 根据初步统计 两家电商未结算的金额 高达1700亿韩元 此事已经动政府出手介入 派出公平交易委员会和金融监管机构 合作展开调查 公平交易委员会表示 为了防止消费者损失 再扩大将进入消费者损失 救济程序 另外金融监管机构计划 未来将对电商企业的 结算资金系统加强管理 保护无辜卖家和消费者 不再受到伤害 TVD新闻综合不动